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少年是显若平地,独以常见林青秋 都说我们一吃的好天天在看仙品的帅哥 这可真是一点没错啊 别人在演绎角色,而诚意就像是角色本身一般 他就如一位江湖中的爵士侠客 一是独立,片场才是齐齐的主场 这句话也是一点没错呀 对于角色,他是轻松驾驭 难度最大的威亚也是手到擒来 整个空间似乎都被他所掌控 每一个动作都刚柔并济,充满了张力 而这样认真工作的小哥哥 在戏外,却活得像个小朋友一样简单有趣 辅三岁也真的不是白叫的啊 吊威亚是晃晃荡荡的脚丫子 怎么看怎么有趣 更有可爱的果果戏称 真人版抓娃娃机又上线了 晃荡小脚丫的琪琪子有点好玩 边走路边踢小石头的哥哥是可可爱爱 俯师齐喜欢踢石子的习惯 似乎一直没怎么变过卢云踢 卢云踢完富贵儿踢 富贵儿踢完秋水接住踢 也不知道有多少果果排猪队 想做那块石头呢 石头都能陪他玩一天 我却不能 果子,蓝眼小猩猩好想做那颗被割踢的小石头啊 石头,所以呢? 有人踢我发声吗? 鞋子,我觉得我腰裂开了 哈哈哈,还发现一个小秘密秋水哥哥的小辫子 似乎总喜欢搭在前面肩膀上的你们有没有发现 天机的网友把富士奇变成了诚意 把阳光可爱的少年变得设恐 因为被被刺过 所以参加活动的诚意是害羞的 更是小心翼一生怕说错话的 片场的他,则更加的真实 生动因为热爱 所以坚持不懈的努力住 所以很想告诉大家 如果有一天,你们因为自己的原因不爱了 请默默离开 不要去搞什么小动作再去伤害他 演员是他们的工作 工作之余,他们先是自己 其次才是演员 不要把自己所谓的为他好强加给他 内核强大的人,为自己有最好的规划 爱人切一人 哪一面的诚意才是你的最爱呢? 看看大家的选择和小编是否是一样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每个人都要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看一次 我们下期再见 全面的